受尔大学知名博士意外死亡 尸体在晕网编译馆的路上被人偷走了头颅 更过分的是 偷偷随还把博士的头换成了懒吸管 大家好 我是市长巴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犯罪电影《消失的头颅》 7月19日 有人意外在实验室里 发现了受尔大学卫生物学金博士的尸体 由于金博士不仅是大韩明国干细胞研究第一人 还是英国IBC发表的 世界著名科学家名录的上榜人物 所以在发现了尸体 在发现尸体17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尸检 虽然警方还未得出任何结论 但媒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猜死金博士为自杀 还没得警察调查出金博士是不是自杀 或从金博士遗体去殡仪馆的医生便发现 尸体的头颅离奇失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摔烂的西瓜 无数记者想要采访后续事情 作为新闻报记者的小柳也不例外 他一路跟到了警察局 想要单独采访服从此案的王科长 小柳抽出了自己的猜测 他说这起案件跟去年发现了一个盗尸案很像 凶手是否是同一个人呢 王科长不以为然地说 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要是同一个凶手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拿走整个尸体 而是只拿走了头呢 小柳严肃地说 可能是因为尸体的主人太有名了 想要避开全国人民的耳目 偷走整个尸体比较困难 所以就只拿走了金博士的头 王科长反驳说 只拿走金博士的头 那不是更引人注目了吗 小柳思索了一会儿说 这起案子从作案手法上看 更像是倒卖器官的人干的 王科长不理解 既然是倒卖器官的话 那怎么不拿走内脏 单单要偷头颅呢 小柳紧接着说 要知道金博士可是世界级的科学家 或许是有人想拿他的头去研究呢 毕竟爱因斯坦死后 他的脑子就被无数人切片研究了 这么说来 金博士的头颅很有可能 也被嫉妒他研究成果的人偷走了 这个人或许是他的死对头也不一定 不得不说 小柳不愧是男主 随便一猜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在全国都知道金博士的头被偷走后 向福利员朴院长购买金博士头颅的小胡子教授 彻底愤怒了 他是想研究金博士的脑子 所以让朴院长加急送货 但不是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把头寄给他 所以愤怒的小胡子教授决定 撤销顶单 让朴院长自己看着办 朴院长也很无奈 于是他只好拍手叫老高去处理 把那个装了金博士头颅的快递盒拿回去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却因为一个做事毛糙的快递员 给搞了个乱七八糟 快递员阿伟在一边打电话 一边骑摩托送货的路上 为了躲避气冲冲出门的教授 所以狠狠摔了一脚 幸好盒子没有摔破 他抱着盒子来到公寓前 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应 于是只好骂骂咧咧地抱着盒子 准备原路返回 但在返程的路上 阿伟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套上有血字 他还以为是刚刚摔倒时手受伤了 结果摘下手套后 阿伟发现自己的手没事 反而是他刚刚抱的那个快递盒 正在往外滴血 因为担心货物破损 阿伟连忙打开盒子查看 结果不堪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盒子里面居然装了一颗活生生的人头 害怕到声音都在颤抖的阿伟 连忙给姐姐红猪打电话 红猪是负责娱乐花片新闻的记者 他之前正和大大老李 准备采访当虎女明星 可采访的记者太多 他根本就挤不进去 挤得最后差点摔了 好不容易采访完了 老李却遗憾地告诉他 这片子根本就没法剪辑 一点能用的都没有 因为红猪根本就没采访的女明星 红猪看过镜头后指责道 你不是也没有拍到人家女明星的脸 大家半斤八两 就在这时 电视台台长突然过来 对着红猪说 自己会一直关注他的 因为这几年来 一起用事十分冲动的红猪 闯的祸够多了 再有一个不好的表现 就会被开除掉 红猪只能挤出笑容 对着台长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红猪就是在春午和搭档吃饭时 接到的电话 当时小吃店的电视里 正在播放金博士头颅消失的新闻 听完弟弟说 他快递盒里放了一个人头后 红猪都气笑了 他让弟弟好好工作 别再拿这种事开玩笑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回去接着吃饭 可越吃越不对劲 以弟弟那种胆小的性子 应该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才对 至于盒子里的人头 或许是真的 想到这儿 红猪匆匆跟搭档告辞 准备回家一探究竟 另一边被红猪挂断电话的阿伟 只能自认倒霉 事到如今 也只好把快递连同盒子 一起带回公司了 但等阿伟骑士摩托赶到公司后 却发现办公室里一片混乱 自己的上司被人用电话线雷子 还站着一个凶声恶煞的男人 看到带着头盔的阿伟来到办公室 男人立马上前问他 你刚刚送的那个箱子呢 阿伟被男人压在身子底下 只能求饶 告诉他箱子就坐外面的摩托车上 见阿伟告知了箱子地点 男人就觉得阿伟没用了 于是抄起一棚的电话线 准备把阿伟也勒死 阿伟被电话线勒得吃一番白眼 求生意指他拼尽全力后仰 往男人头上撞去 因为阿伟还戴着头盔 所以直接把男人撞得晕乎乎的 下意识就松开了手 获得新鲜空气的阿伟 立马趁机溜出办公室 但他也没有直接跑 而是拿着楼梯间的灭火器 对准门 等男人开门的一瞬间 打开灭火器 白色的烟雾瞬间弥漫在办公室里 被喷了一脸白色粉末的男人 过了好久才缓过来 此时的阿伟早已逃之夭夭 男人也不急 掏出手机给自己的小徒弟打电话 让他带上家伙事 来这个办公室 把阿伟上司的尸体收拦 顺便清理一下现场 挂掉电话后 男人悠哉悠哉地开始翻一旁的档案 没过多久 他就凭借着印象 找到了阿伟的档案 不仅得知了他家的住址 还知道阿伟有一个姐姐 另一边匆忙带着盒子跑回家的阿伟 一边吃雪糕 一边思索 该把装有人头的盒子放在哪 然后他灵机一动 将盒子塞进了楼下小卖铺的冰箱里 顺便买了不少雪糕上来 不得不说 阿伟确实心大 发现快递盒里有人头 不是该报警吗 怎么就吃着雪糕 悠哉悠哉看起了电视呢 果不其然 男人找来了 他直接勒着趴在门外 给物业填表的阿伟的脖子 带他进入了房间 进到房间后 就把阿伟丢在地上 然后就开始翻找那个 装有金波式头颅的快递盒 本以为阿伟会把盒子放进冰箱 这构冰箱里除了雪糕什么也没有 男人看了看阿伟 让他交出盒子 阿伟心知自己打不过 于是暗缩缩地拨通电话报警 谁知刚说了自己家地址 就被男人捂出了嘴 见阿伟不可合作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把阿伟 带到了殡仪馆旁边的地下室 原来 男人就是朴院长的手下 也是殡仪馆的老板 将阿伟捆到椅子上后 就用阿伟的手机 拨通了红猪的电话 另一边的红猪 正一脸懵逼地看着 犹如糟贼被翻得一团乱的家里 这时警察赶到 问红猪为什么报警 红猪说自己家里好像糟贼了 警察草草扫了一圈 问红猪有没有什么损失 红猪看了一圈说没有 但是家里被翻得一团乱 警察不耐烦地说 既然没有丢东西 就不要浪费警力 说完就离开了 红猪就是在这个时候 接到的电话 看到来电提示 是弟弟的名字 红猪都快气死了 刚要开骂 就发现电话那头 传来了中年男人的声音 男人说 让他好好找找 他弟弟阿伟带回家的盒子 然后送过来给他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 他弟弟阿伟的安全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红猪捏着手机 扔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弟弟被人绑架了 只为了一个盒子 他免不了想起阿伟 给他打电话时 说的那个人头 以及装人头的盒子 该不会 弟弟恰好被卷入了 金博士头颅被偷的案子里吧 红猪翻找了一圈 然后在冰箱里 看到了刚买的雪糕 于是心有灵犀地 跑到楼下便利店 装雪糕的冰柜里 拔开表面的雪糕 里面果然有一个白色泡沫盒 颤抖着手打开盒盖 里面出现了一个 活生生的人头 猜想成真 红猪都要吓哭了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按照 那个男人的话 赶到赴约的天台去 拿头换回弟弟 在天台见到男人 以及被五花大绑 穿着弟弟衣服 戴着头盔的人时 红猪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按照男人说的 把盒子递给他 而是试探性地问弟弟 自己把他心爱的摩托车拆掉了 想要看看那个人什么反应 戴着头盔的人不断无动于衷 甚至还偏头看了下 绑架他的男人 只这一个动作 红猪就确定 这不是他的弟弟阿伟 要知道 弟弟可是爱摩托车辱命 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肯定跳起来跟他吵架了 直到男人不是真心合作 红猪直接把手中的盒子 砸到地上 然后正习逃跑 男人连忙前去查看 盒子里的东西 结果发现 里面根本不是什么人头 而是一颗大白菜 机智的红猪 并没有选择坐电梯 而是跑楼梯 年轻的红猪 三下午初二 就把男人甩在后面 看着一流烟 跑没眼的红猪 男人只能捂着膝盖大喘气 并给嫖院长打电话 嫖院长现实骂了他一通 说他是蠢货 最后示意他去警局 找他们买通好的王科长 此时的阿伟被罢光了衣服 捆在了地下室的椅子上 一旁是看守他的小徒弟 阿伟试图挣脱绳子 可记得脸红脖子粗 也只是连人带椅子摔了下去 直接把自己摔倒晕了 另一边的红猪 带着真正的人头 开车一流狂奔 跑回电视台找前男友小柳 说自己有个大新闻 问他要不要帮忙 甚至小柳听完不以为然 说两人当初连续三天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线索 追到加工假汽油的黑心工厂 结果红猪二话不说 就暴露了自己的真正懒意 连小柳在一旁拼命打手时 示意他危险都没看出来 红猪不想填的饭球杖 直接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说自己想知道 关于金博士投入被盗的全部内容 小柳拿出自己电脑 将自己查到的消息 通通讲给红猪 并告诉他 虽然金博士获得了许多荣誉 但他的长相真不是一般的丑 红猪疑惑地问道 那么这么丑的脑袋 到底是谁想要 得知所有消息后 红猪将所有事情全盘拖出 并带小柳去看了后备箱那个 壮有金博士投入的盒子 这下小柳彻底相信了 他弟弟阿伟被人绑架的事实 而此时可怜的阿伟再次醒来 发现小徒弟十分热气地 在给他按摩腿 直接吓了一大跳 小徒弟却表示 自己在这里守尸体这么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看老板带活人回来 所以他很高兴 为了防止阿伟冻死 他还特意给他套上了上半身衣服 看小徒弟似乎蛮好说话的样子 阿伟便表示 能不能把空调温度调高点 他光着腿有点冷 小徒弟一声言辞地说 那怎么行 这里的商品如果不能保持新鲜的话 那就卖不了钱了 守完 小徒弟一脸呆猛地说 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就忍忍吧 阿伟见小徒弟不愿意 便问他嘴里的商品到底是什么 在这商品居然是死人的各个部位后 阿伟含毛直立 愤怒地说 怎么能把人当成猪肉来卖 小徒弟却表示 死人在我们眼里就只是死人而已 但在其他人眼里 这些部位却有着很大的用处 反正人也死了 不如给我们卖掉赚钱 像那些关节啊 骨壳呀 以及皮肤组织 血管经络等等 都有人花大价钱买呢 而我们就负责把切割好的部位单独存放 等着客户提货 这些人体器官 一般会被送往内科 齿科 副科 以及整形科等地方 不过最近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通过这些商品赚了钱的家伙们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就盯上了那些还没断气的活人 末了 小徒弟严肃地说 自己可是不干那种生意的 他目前只负责对送来的死人架手 与此同时 另一边听小柳说了 有关器官售卖的红猪 狠狠掐住前男友小柳的大腿 说自己绝对不会让弟弟被切割了之后 拿来当成商品来买卖的 冷静下来后 红猪很快就抓到了重要信息 也就是说金博士的头 早在医院的解剖室就被偷走了 而犯罪分子都定 尸体到殡仪馆后就会被火化 这样谁也不会发现 这么看来 殡仪馆的老板显然参与其中 不然尸体丢了头这么大的事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两人对过消息后 红猪决定自己去深入调查殡仪馆老板 因为自己的弟弟 还曾灵火犯罪分子的手上 而殡仪馆老板是唯一的突破口 随后 红猪一脚油门离开远地 根据网络上查找的消息 他找到了负责火化金博士的殡仪馆的地址 并驱车来到这里 见店里没有人 红猪直接用石头砸碎玻璃钻了进去 在屋里 他四处翻找 想要找到一些消息 好在他找到了一张殡仪馆老板和老板娘的照片 并认出了里面的男人 正是之前威胁他交出盒子的人 他用手机拍了整照片 除此之外 红猪还在桌子上找到了殡仪馆老板的名片 他本来打算打过去问问弟弟怎么样的 但没想到 名片上印的电话号码 居然是店里的作息 怒气冲冲的红猪一边骂殡仪馆老板 一边从店里冲了出来 恰好碰到了殡仪馆老板正怀孕的妻子 看到有女人从自己家店里离开 他还以为是丈夫有了外遇 现在小三都杀到店里闹事了 红猪离开殡仪馆后 坐回到车里 崩溃了好一会儿 随后想起不知生死的弟弟 他又重新振走起来 跟男友小柳打了个电话 把殡仪馆老板的照片发给小柳 告诉他 这个老板就是绑架自己弟弟的人 而现在他又救出弟弟 顺便挖出殡仪馆老板背后的人 小柳明白红猪的性子 是认定了什么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但还是忍不住再劝几句 红猪表示时间紧迫 便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他看着副驾驶上那个装着人头的箱子 忍着恶心 从里面摸出了一张纸片 上面写着收件人 已经收件人的地址 另一边 红猪离开后 是为男人的小柳决定为他做点什么 于是他单枪匹马地冲到警察局王科长那里 一股脑地将得知的新消息告诉他 并拿出了手机上红猪刚发给他的照片 然而看到照片上的人之后 他立马就磕罢了 因为王科长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殡仪馆的老板 但是红猪已经摸到教授这条线 很快就会顺头摸跨找到背后的嫖渊掌实 殡仪馆老板彻底怒了 他立马掉头去追红猪 还有些懵的小柳则跟着王科长 按照程序坐上了警车 红猪顺着收取人的地址找过去 发现这道公寓 是一名不亚于金博士的一个教授的家 但此时教授不在 只留了一个小猪手 红猪在小猪手面前表明了自己的记者身份 精通话术的他 三两句话就糊得小猪手答应接受采访 并告诉大家金博士头颅失血的真正原因 原来小胡子教授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金博士的脑袋那么聪明 早在金博士还活着的时候 他就把人骗到自己家里 灌醉了用遗迹研究过金博士的头 后来金博士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小胡子教授嫉妒得不行 于是他就通过人脉 联系了专门贩卖习惯的福利院朴院长 希望能在金博士死后 获得他的头颅研究 之后 小猪手还带红猪上楼看了 小胡子博士进行年来的一些脑子收藏 红猪用手机从头到尾录下了这一切 然后告诉小猪手 希望他配合自己去警方自首 这样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小猪手乐何答应了 结果就在两人上车准备离开时 病院老板突然出现 敲昏了在后座的小猪手 将他扯出车外 让他交出金博士的头 因为朴博士已经警告过他 如果再拿不回头 那么他和他老婆 以及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子 都难逃一死 看着病院老板扭曲的脸 以及车外不知死活的小助手 红猪尖叫着踩了油门 怕在后座的病院老板 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后 被甩出车外 看着红猪的车扬长而去 病院老板眼里闪过恨意 红猪在开车开出一段距离后 发现病院老板居然很快追了上来 他甚至还威胁红猪 再不把金博士的头交给他 就让小徒弟把他弟弟阿伟弄死 说着他居然真的要给小徒弟打图了电话 本来红猪就是个暴脾气 一听病院老板居然真的打电话 便下定决心往右转方向盘 狠狠撞向病院老板 一声巨响过后 两人都陷入昏迷 好在这里比较偏僻 并没有惊动警方 没过多久 红猪就醒了过来 看着一旁陷入昏迷的病院老板 他二话不说 就开着自己破破烂烂的车 准备去往朴院长所在的福利院 路上 红猪特意把之前采访的小助理的视频 发给了自己的剪辑师搭档 以及男友小柳做备份 但他不知道的是 男友小柳的手机已经落入了王科长手里 王科长看完视频后 直接给朴院长打电话告密 说红猪已经在去往福利院的路上了 朴院长说自己知道了 让他赶紧过来帮忙逮捕红猪 挂掉电话后 王科长立马打电话回警局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 偷亲博士投入的凶手了 那就是记者红猪 一时间 关于红猪是犯罪嫌疑人的消息铺天改地 听到王科长这么颠倒黑白 小柳连忙解释 偷不是红猪偷的 他的弟弟被那伙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绑架了 所以 说到一半 小柳突然卡壳了 因为他发现 王科长似乎对红猪要去的那个偏僻的福利院十分熟悉 不开导航都能找到正确的路 于是他沉默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红猪已经赶到福利院楼下 下车前 他特意给自己补了妆 目光坚定地朝着福利院走去 下车之后 早早等在福利院楼下的女护士 殷勤地走上前 将红猪领入了福利院二楼 在那里 红猪见到了幕后大boss朴院长 从坐到朴院长跟前 红猪就打开了自己手机的录像功能 朴院长自以为红猪逃不出福利院 便将自己做的一切全盘托出 包括他们是如何收留 无价可贵的流浪老人 又如何让他们意外死亡 最后把他们的器官卖到各处 他直接了当地问 他们是如何偷走金博士的头的 表院长说 听说销售十分小金博士的头 所以他们就买通实验室的人 让金博士自杀 之后就由殡仪馆老板将快线寄给他 没想到记线途中出了岔子 这才导致了这场轰动全国的投入失踪案 为了找回丢失的快线 所以他才派殡仪馆老板 绑架了红猪的弟弟阿伟 听到自己的弟弟 红猪瞬间不淡定了 他关掉手机 转头开始在疗养院一间一间搜寻 但每一扇门后面 都是正在休息的老人 表院长也不急 慢悠悠地跟在红猪背后 看着他进到疗养院大厅 然后直接关上了门 让提前准备好的女护士 上前准备控制红猪 结果没想到红猪打架格外厉害 居然挣脱了女护士 一路跑出了疗养院 红猪没想到 一出门就能看到警察王科长 和自己男友小柳 立即感动得眼泪汪汪 但王科长身后的小柳 却拼命给他做一个动作 红猪顿时停住脚步 因为这个动作的意思是 危险快跑 王科长见红猪表情不对 便回头 刚好看到了正在做动作的小柳 直接一拳揍倒了他 然后带着手铐就要去抓红猪 红猪吓了一跳 准备转身就跑 谁曾想 后面就是嫖院长 放出来的疗养院的病人 红猪最终还是被王科长抓到了 王科长刚要给他戴上手铐 小柳便从后面抱住他 示意红猪快跑 看着应用的小柳 红猪有些感动 正当他准备踩下油门时 周围的疗养院病人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地推翻了 红猪所在的车子 无奈之下 红猪只好从侧面跑出来 让他意外的是 那些病人居然没有纠缠自己 而是继续推动侧翻的车辆 见状 红猪一溜烟地跑回自己的车 一脚油门把所有人甩在身后 渐渐地天黑了 殡仪馆老板再次给红猪打电话 约他晚上十点 到殡仪馆地下室见面 红猪把他狠狠骂里通 才挂断电话 正巧这时 红猪突然也看到了 自己变成犯罪嫌疑人的新闻 他知道 这一定是嫖院长联合王科长做的 气得不行 但好在他的剪辑师搭档 还愿意相信他 于是红猪将所有的采访视频 全部传出给搭档 并要求他帮自己一个忙 那就是将这些视频 公布在电视上 搭档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紧接着 红猪联系了业内的记者朋友 告诉他们一个大消息 说是晚上十点 在殡仪馆地下室内 就能看到 偷到金波士头颅的真凶 让他们联系自己的公司 尽快赶来 要知道这可是个大新闻 记者们一传十十穿白 没多久 所有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 众人都迫不及待的 唯一不着急的 恐怕就是红猪了 他不再相信殡仪馆老板 而是选择提前抱着 装有金波士头颅的箱子 从通风管道爬到地下室 准备提前埋伏 他要以直播的警示 让所有人看到 殡仪馆老板 以及他身后人的丑恶面口 但刚爬到地下室 红猪就看到里面有个男人 掐着弟弟阿伟的脖子 一副要把阿伟弄死的样子 这谁能忍 他直接上前敲呼了那个人 救出了快被掐至极的弟弟 姐弟俩抱头痛哭 弟弟阿伟缓过劲告诉红猪 地上那个男人 就是殡仪馆老板的小徒弟 之前小徒弟 接到殡仪馆老板的电话 要杀他 好在他趁中午吃饭的时候 藏起了一只螃蟹钳子 磨断了手上的绳子 但他太着急了 在小徒弟这个 经常拿着砍刀砍尸体的人手里 没撑过几秒 就被暗倒在地 掐住了脖子 不过好在红猪来了 看着地下室的各种盒子 红猪临机一动 把状金箔石头的盒子 混入其中 然后和弟弟计划起 如何直播殡仪馆老板认罪 毕竟他们不知道 朴老板身后还有没有人 能不能压下这件事 晚上十点 原本播报当后明星绯闻的电视台 在红猪搭档的操作下 放出了红猪 采访小胡子教授 小助理的事 以及后续对朴院长的采访视频 事到如今 所有韩国民众才知道 金博士头颅被偷的来龙去脉 所有录制视频结束后 紧接着就是 殡仪馆老板提着斧子 来到地下室的画面 红猪拿着话筒采访他 弟弟阿伟则躲在金属门后 偷偷直播这一切 看到殡仪馆老板 真的挥头斧头要砍红猪 大家才真的相信 他真的是个无恶不作的疯子 就在所有人等待着看后续的时候 殡仪馆老板突然一斧子 砍断了地下室的电线 导致直播不得不中断 见识不妙 阿伟立马去拔门后的斧头 红猪子拿起手机 继续录制着殡仪馆老板的一举一动 因为他知道 马上就会有无数记者和警察赶来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有无数记者推门进来 对着拿着斧头的殡仪馆老板 大拍特拍 被闪光灯闪得眼晕的殡仪馆老板 试图挥头斧头吓退记者 但这些记者哪是怕死的 他们迎难而上 提出了各种问题 就在殡仪馆老板蒙圈的时候 突然有警察找到身后 用手铐铐铐住了他 原来这人称是王科长 但没等王科长安抚记者 紧接着又是一个手铐铐住了他 原来早有警方在看到视频后 抓走了嫖院长 而他早已经承认了 自己买通了王科长 之后警察还带走了 殡仪馆老板昏迷不醒的小徒弟 以及红猪藏好的属于金博士的人头 所有人都走后 一直站在人群外的小柳缓缓走来 深情地看着红猪 红猪本以为他要亲自己 就含蓄地闭上眼睛 甚至小柳只是把新的话筒递给他 然后告诉红猪 一切已经就位 需要他赶紧抢在同行之前 把其他内幕说出来 红猪也是非常有持续道德 接过话筒就开始介绍干活 事后红猪成功升职 嫖院长邓一干人 也接受了应有的惩罚 他们将在监狱里 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 消失的头颅的全部内容 我是巴哥 我们下期见